毒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 毒胶囊 毒奶粉 毒豆芽 苏丹红 等等等等 基本我们现在国人 在一般自然条件下 我们要比什么东方人 西方人 北方人 中西方人 我们都比他们厉害 因为我们这个体制 我们是嗜毒性体制 去年 澳洲发生了一个集体性的食物中毒事件 澳洲啊 澳洲悉尼 四十几个学生 食物中毒上土下血 就只有一个中国人 就我们一个中国人 就个女孩子 未然不懂 帮助医务人员一起抢救 哇 这是活着的活雷锋 雷锋她表姐 医务人员很奇怪 你不是这个学校吗 是啊 你说我们一块吃的 一块吃 你怎么还是 同学都抢上 你看 就这点算什么 你搞什么 错 我不知道这是 帮我们中国长了威风呢 还是这个就说不清楚了 这个 有一次啊 我在外面办事 被我太太吓了一跳 我还不是说不错了 我应该就说不错了 我应该就说不错了